提案就是建议乌克兰还有另外一国成为欧盟的候选国 使得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梦想是跨出了重要一步 而英国首相强森也再度造访基辅 他提出了一项他认为足以扭转战争进程的军事训练计划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丁则是在演说中大力抨击美国 更宣布单方独霸的时代已经结束 欧盟执委会正式建议 基于乌克兰以及邻国摩尔多瓦欧盟候选国的地位 使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梦想踏出重要的一步 而英国首相强森17号上午突然取消既定的行程 闪电造访基辅 提出一项号称足以改变俄乌战争进程的重大军事训练计划 将帮助乌军加速部署恢复军力以及扩大抵抗 他承诺英国每120天可以训练最多1万名乌克兰的军人 强森上一次访问是在4月份 他表示再度造访基辅是要传达简单清楚的讯息 就是英国与乌克兰同在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丁则在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演说时火力全开 炮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并且宣布单方独霸的世界已经结束 而普丁这场重要的言说 因为论坛遭到网工 被迫延后至少一个半小时才登场 记者综合报道